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 视网模 来看今天的台风快报 今年第一号强台尼伯特 在今天要持续的避进台湾了 因此接下来24小时将是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而此时此刻台东以及花莲的民众 也都感受到风雨正在逐渐的转强 中国东南沿海以及中国台湾岛附近的作业船只 应该要特别的严加戒备 就让气象局持续针对台湾岛全岛各地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 因此目前全台各地的民众都要小心 不要被台风给吹走了 而台湾岛内的媒体的想象力也是一贯的非常的丰富 他们为尼伯特台风命了许多不一样的名字 包括穿心台 爆头台 以及爆橘台等等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各位解析 这个路径到底为什么可以走出这样的台风的名字呢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是警报单上面的路径前市预测 那么目前这个台风的位置呢 其实已经来到了台湾的东部 因此这个暴风圈现在已经碰触到了台湾的陆地了 因此才有个台东以及花莲的民众已经明显的感受到风雨 而台湾岛内的媒体呢都认为 花莲以及台东了其实就是台湾的Kazapian 因此这个辟岩的位置呢大约就是在秀姑兰西的部分 秀姑兰西其实就是台湾的辟岩 所以呢为什么会有爆橘台这样的名字出现 就是因为台风在登陆的那一刹那会有爆橘的现象 因为辟岩就是菊花 菊花就是辟岩 所以呢爆橘台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那么在这个爆橘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这个台风的中心与中央山脉 或者是陆地会产生一点点的摩擦 云层会有一些分解的情形 所以速度相对也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 那么因此呢台风就会是一个 以快速的速度接近陆地之后的速度放慢 那么放慢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称之为钢塞台 因为呢这个钢门被塞住了 这是呢这过去许多的民众可能发烧 或者是便秘的时候会使用钢塞剂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钢塞之后就会产生土石流 土石流就是所谓的晚长台 因为呢这个台风过境就有如晚长剂 帮助台湾这一年来便秘的土石得到疏解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晚长台的姿态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台风穿越台湾的辟岩之后呢 持续的朝着肠胃以及口腔的方式来出海 出海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呕吐台 因为它从台湾的口腔直接吐出去了 就犹如台湾从这个海军基地发射熊三飞弹时一样的道理 都是把东西吐出去的一个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呕吐台 那么在它移动出海之后呢 台湾可能也已经变成了水乡泽国 也就是所谓的大江大海 因此我们就可以称它为龙印台了 因为龙印台就会带来大江大海 所以呢这个台风到时候可以称为龙印台 好那么台风的这个变化路径呢 可以说是变化多端 所以接下来民众一定要特别小心 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么这个台风接下来到底会如何往前走 是否会为各地带来更多的灾情 民众一定要特别小心 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么特别是肚子饿的时候没有关系 你只要叫外送就可以了 反正砸死别人家的小孩 自己也没有关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风快报 各多新闻敬请浏览央视各节整体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